根据这报道,习近平在省级主要领导干部的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其次 奋力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暂身篇章 另外,中央军委也举行了攀售八一勋章的荣誉称号仪式 习近平也向八一勋章的获得者 攀发这个勋章和证书 同时也向获得这个荣誉称号的单位攀售这个荣誉錦旗 另外,李克强也出席了克罗地亚佩列沙次大桥的通车仪式 李克强也说到 大桥承载着中国和克罗地亚的友好 一桥飞驾海湾南北 不单止大幅缩短克罗地亚南北国土之间的通行时间 是实现当地民众长期以来的愿望 极大地便利人流物流的畅通 有力促进克罗地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和克罗地亚人民之间的距离 也成为促进两国友好的新桥梁 而这条桥也展示了中欧合作 大桥项目是中国企业通过公开投标 公平竞争而获得的 遵从市场原则 遵守欧盟的规则 也都令到中欧之间的资金标准装备和材料 能够做到无缝衔接 从而可能改变成为现实 另外也打造了中欧幼势互补 互利共赢的合作典范 中欧是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方始终都是从这个战略和长远角度 来看待中欧关系 乐建一个团结繁荣的欧洲 主张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攜手合作 互学互监 这才是符合中国和欧洲根本 而且是长远的利益 李克强也表示 相信这条大桥会带来信心和希望 虽然当前世界经济 遭遇到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等的因素 临着的严重冲击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一个世不可当的历史潮流 走开放合作之路 是实现互为共赢多赢的正确大道 中国和欧盟 和世界舞台上的重要的政治力量 和一些主要经济体 通过互相之间的合作 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 亦能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当前的形势 双方要共同维护好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共建开放大型的世界经济 另外 李克强也强调 中克两国已经建交了三十年 大桥的建成和通车 令到两国的人民友谊 增添了一个新的地标 亦希望配列沙翅大桥 像一道殉丽的彩虹一样 为克罗地亚人民生活和福祉增添光彩 照亮中克中欧关系和合作和未来之路 看来很重视中国对这条桥的落成 这条桥长2440米 阔22.5米 横跨亚德里亚海小施通湾 连接隔海商网的克罗地亚领土 是中克建交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 而一次亦都成为 中国、克罗地亚、欧盟之间 三方市场的合作典范项目 希望将来中国亦都可以 承接更多的基础建设 没有理由 这条桥是为了监察一些国家 或者收集对方的国家情报 这个从来都是不合理的 不过目前在世界上也有不少的声音 也都说中国的产品 中国投入的项目 到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些 利用成为作为间谍的工具 这些我觉得非常无契 另一辈消息 这辈消息也是来自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表示 目前即将会召开这个二十大 将以科学谋划未来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的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 和大政方针 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继往开来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前途的命运 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在一个省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发表这个讲话 他指十九大以来那五年是极不平凡 得如其内的疫情统筹经济发展 和疫情防控上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另外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有效实施对特区政府的全面管治权 制定实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牢牢把握香港大局 另外习近平也指出 十九大提出从2020至20三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三年至本世纪 中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廣 而十大要对这两个战略安排 进行一个更宏观的展望 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战略任务 和重大举措 而且他也强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是一件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能够实现的 是必须要进行具体 和很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的斗争 准备付出更艰巨和艰苦的努力 先讲讲内地的天气 目前内地的南方高温也持续 不幸 广州的用电负荷也因此而激增 而在广州当局形容 全市目前正正经历这七十一年来 最长和最高温的过程 在天河区部分地区的用电量 就超出负荷 亦都因此而导致突然的停电 另外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 江西 浙江等地近日的气温 可能都会高达摄氏40度或以上 都很热 大家真的要注意 不要在烈日底下暴露 慎防中暑 回来看看外交部 昨天有什么事 根据北京外交部表示 中方就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的萨德系统 针对美国的不良企图 而赵立坚被问及 南韩外长颇振祖早前就这么说 围绕萨德问题的三笔 在南韩战命立场 就不是对中方的承诺 也不是双方的协议 难以接受中方据此要求南韩履行的承诺 另外赵立坚也表示 南韩在2017年就萨德问题表态 然又在意 也因为两国增进互信 深化合作发挥作用 新冠就不能够不理旧长 对涉及鄰国安全的重大敏感问题 韩国方面应该要审慎行事 尋求根本解决制度 而在2017年 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就在南韩境内部署 南韩期后就表示 就不考虑再追加萨德系统 不加入美国的反导弹体系 也不发展韩美日军事同盟 那也算他聰明了 舔一些后就没继续舔了 对南韩来说 不要紧张 没所谓 台阳差不多了 还有 再谈谈疫情 没关系 没关系 根据内地31个省 新疆生产建设冰泉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有79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有525例 至于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 新增了25520宗 确诊过案 再多28名患者逝世 但也算好了 已经创出了两个月来 单日的新低 根据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 就是这么说的 这28宗新增的死亡个案 涉及10不男 10个女 年龄介乎30至90岁以上 当中有25人 是有慢性疾病的 另外 澳门 大家知道 他们实行了相对静止的措施后 在下个星期二 就会结束防疫巩固期 当局初步方案 就是容许餐厅可以恢复堂食 室内中修和补插社 都可以重新营业 根据这个疫情 中心的传染病防控署处长 梁易豪就这么说 如果未来这几天 维持没有新增阳性个案 以及在这个周末 新一轮的全民核酸检测结果理想 就算有零星个案 只要源头明确 会有关联 和不是多源头爆发 都可以进入这个稳定期 另外他也说 初步方案 会要求 获得放宽一些重新营业的场所 如果进入的人士 要脱口罩 或者长时间逗留 就要出示这个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好了 澳门已经熬了一段日子了 能够逐步稳定地恢复 都是非常之令人期待 对澳门人非常之期待 我相信 好了 今集就说到这为止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的话题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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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